袁崇幻是明朝崇祯年间一名将,在他受刑的法场上,他的贴身侍卫立下毒誓,而这个誓言也已经被其后人执行了有393年之久,侍卫所许的毒誓究竟是什么?身为名将的袁崇幻又是为何会被凌池处死? 洞见历史人物,品熙世间百态,欢迎订阅包包说历史 1630年,袁崇幻被音乐拳与后金议和,被弹劾通敌,执行行刑 46岁的袁崇幻在北京蔡市口被刽子手活活刮了3543道,临死前,望着日益凋敝的大明江山,和那群群众失去理智的 内心深处激烈地涌动,长叹一声,淫道,一生事业总成空,半是功名在梦中 随着刽子手冷决到家的行刑声,刽子手割一块,围观的人群直面蜂涌而来,竞相购买 一钱银子一小块,然后就着烧酒生吃下去,袁崇幻内心痛苦焚烧,得干干净净 他猛地转身直面蜂涌而来的人群,仰天长笑,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啊 行刑结束,鲜血尽一地,袁崇幻身上血肉已被抢吃光 唯一剩下头颅被悬挂在旗杆上,以待明日传手九编 可是,当天夜里,悬挂头颅齐干地方出现了一个黑影 第二天清晨,头颅不见了 尽管全城都遭到了秘密且彻底的搜查 但始终无果,到底是谁这么大胆 竟冒着砍头之罪与皇帝过不去呢 直到乾隆四十五年,乾隆命人寻找袁崇幻后人 真相才水落石出 袁崇幻为何被凌迟 袁崇幻,1584年出生,逝居于广东东莞 十四岁十岁祖,赴迁广西,建籍藤县 后家族定居相邻的平南县,1619年,考中晋士 他这个人也挺有意思,明明是读书人 还考晋士,又不爱当官 却只爱打仗,1622年,你占手册,请英玉后金 被派为山海关监军,加兵部迁士贤 1622年,袁崇幻到达宁远,立即着手铸城 成为关外抗击满清的最主要的防御攻势之一 先是以一万兵马打败努尔哈赤二十万大军 重创努尔哈赤,取得宁远大捷 后来,皇太极替父报仇,又被袁崇幻击退,取得宁远大捷 可以说,袁崇幻以一己之力,扭转了明金战局 可随着几次之变发生,袁崇幻失去信任 谁都没想到,这个备受尊崇大明将军,后来却被骂叛国原贼 被灵池处死,还连累妻女,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袁崇幻不仅打仗很厉害,对下属也是很体恤 但他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狂妄自大 无视皇帝号令,为此他犯第一事务事,夸下海口 1628年,崇祯帝在平台召见袁崇幻 问他对辽东有何方略,袁崇幻却夸下海口 如果皇上与臣方便的话,五年东幻可平,权疗可赴 这令崇祯皇帝万分欣喜,因为在当时的形势下 明君能抵抗住后金的进攻,已属不易 而袁崇幻竟然要五年平疗,这为他日后酿成了悲剧 崇祯帝为了尽快,给袁崇幻赐上方宝剑 而且,崇祯对于袁崇幻所提出的各种要求均于满足 可见他平疗心切,然而,不幸的是 五年赋疗没完成,还让敌军打到了首都 错误二,是善杀东江总兵毛文龙 毛文龙镇江堡被后金攻陷后 他率部,撤往鸭绿江口进海的皮岛 是牵制后金的一支重要力量 1629年,袁崇幻婉言劝毛文龙告老还乡 但毛文龙认为辽东他最清楚,谁也代替不了 但袁崇幻为了实现五年平疗大业 婉劝毛文龙告老还乡,把皮岛交给他手里 但毛文龙孤悬海外,不听号令 一气之下,杀了毛文龙 毛文龙死后,冰疆寒了心 就这样,一支能牵制后金的力量随之消失了 一年后,袁崇幻被所拿异罪 崇祯则问的第一句话就是 你为何善杀毛文龙 这件事对于毛文龙而言是悲剧的结局 对于袁崇幻而言是悲剧的开端 错误三,擅自改上级军令 毛文龙死三个月后 黄太极亲率重兵,避开辽东明远,绕到辽西 一路势如破竹 袁崇幻在山海关以外的重防全部失效 十万后金军队抵达尊化城下 后越过冀州,攻陷三河,绕到长城,直逼北京城 此战役称为己四之变,袁崇幻文训 立即派赵帅教,前往拦截黄太极 然而,没有坚持多久,就全军覆没了 袁崇幻立马带人增援京城 就在这时,孙成宗给他下了一道军令 让袁崇幻率不下 把后金军阻挡在冀州至通州一线 阻止黄太极,以确保京城安全 然而,袁崇幻护驾新切 没有执行孙成宗的军令 带总兵祖大寿等人紧跟在黄太极后面 要看着八旗骑士沿途烧杀掠夺 而不发动一兵一卒 他这么做 是为了将黄太极赶到皇城后 借助京城大炮两面夹击的优势 但八旗兵善于野战 明军想取胜,就得避其兵封 打城池攻坚战 这无异于纵敌深入 把战火引到京城外围 尽管后来他激烈奋战 将皇太极击退,取得胜杖 但前方等他的,不是封赏 而是满天飞的弹劾折子 触怒了皇帝 再说崇祯生性多疑 猜疑大臣,滥杀忠良 他一方面依赖大臣 一方面又急不信任大臣们 在位十七年,杀掉十一个巡抚 七个总督 其他官员不计其数 几次之变后 大臣们纷纷弹劾元重患 任敌其劫掠焚烧 不肯出战 定是别有用心 因此,崇祯对元重患失去了信任 而皇太极意识到 大明只要有元重患在 后今就没有取胜的可能 于是,利用崇祯的多疑 布施时基地导演了一出反剑计 皇太极率大军取得得胜门战役后 故意在俘获太监杨某而语 今日撤兵 元经略有密约 是可立就矣 然后再故意放走杨某 让杨某将密报报告给崇祯帝 所以,崇祯对元重患的容忍与信任 当然无存 后来,礼部两位官员为了进入内阁 诬陷元重患与内阁赐抚乾隆熙勾结 欲行不轨之事 要知道,乾隆熙身为朝廷重臣,执掌机要 元重患身为守将,手握重兵 要是这两人联手起来谋权篡尾 那崇祯帝还能睡得着吗? 崇祯怒不可遏 便草率列举元重患罪状 善杀毛文龙,七秒君妇,某款制敌,失误封疆,一律折之 就这样,让后金最为忌惮的一个大将,大名的一代功臣 以一种无比惨烈的方式,实属悲惨 元重患死后发生的事 元重患死后,妻女和族职元兆熙亦不知所终 妻子皇室愤然投江而死 另一个妻妾和两个女儿 以及兄弟,一并被流放福建,家财没收 由于元重患无子,在含冤而死的那晚 悬挂旗杆上的头颅,被他的帐下的一名侍卫蛇异士 冒着灭门之祸,偷偷地取回埋在自家后院内 为了掩人耳目,同为广东人的蛇异士 专门将后院批为广东一员 只要在京去世的同乡人,都可以埋葬此地 就这样瞒过了搜查官府 为了防御未然,蛇异士辞去官职 专门在家为元重患守墓 蛇异士临终前,毕主道 无死后,葬于大将军身旁 子孙永不做官,不回南方老家 世代为元将军守墓 给子孙后代留下一讯 一是不许做官 二是不许回广东 三是世代要为元重患守墓 从此,蛇家后人谨遵家训 以世事守护元都师墓的方式 来表达他们对元重患的怀念和哀思 没想到,1784年 清乾隆却为元重患翻案 为元重患招雪 四处寻访元重患玄孙子 并接到京城做官 亲自找出元重患的骸骨 这才知道蛇家人世代 一直为元重患守墓 乾隆敬佩蛇家满门忠义 命广东巡抚重修蛇家老家的祖坟 并圣邀蛇家后人入朝作官 可是 为了遵守祖训 蛇家人婉拒了乾隆好意 1916年 张伯珍修善元都师墓时 为蛇一世注种立碑 其墓之名为张伯珍清传 守墓人蛇旗替其曰 蛇是世世守都师墓 张伯珍清传 守墓人蛇旗替其曰 蛇是世世守都师墓 今将三百年 家本月香 创怀守秋 独久死不归者 成祖之也 蛇家遵守祖训 兼守长达393年 蛇家在北京守候着元重患种 代代相守 坚持守了三百多年 1952年 据说城市要改造 所有元重患木 要迁移别处 蛇家人闻之 交心如焚 为了保留元重患木 开始四处奔走相告 后来 有一些社会名流 为被蛇家的大义所感动 联名上书重要机关 请求保护元重患目的 很快 上面的批复处理意见下来 明末爱国名将元重患慈庙 如无大碍 应于保存 按照蛇家祖训 守墓的重任 一般都落在长门长子 可现任守墓人蛇佑之 是女守墓人 是蛇家第十七代传人 本来该是蛇佑之大伯两儿子 担其守墓重任的 可是 因为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那场浩劫 让大堂哥深受其害 在巨大的压力下 带着一家老小离开了 堂哥劝堂妹蛇佑之一起离开 免得遭到元墓再次牵连 可蛇佑之拒绝了 坚持要遵守祖训守护元墓 斩钉截铁说 生 随墓生 死 随墓死 就这样 蛇佑之成了蛇家第十七代传人 作为唯一的女守墓人 蛇佑之几十年如一日 每天早晚都要到墓地查看 1964年 蛇佑之和小学老师焦丽江结为夫妻 之后生下一男一女 为了继续守墓 蛇佑之一家四口 就挤在夏热冬冷 用羊圈改造成的二十平米房子里 一到下雨 雨水就往屋里灌 这时候 丈夫焦丽江提出搬到新房子居住 可是被蛇佑之一口拒绝了 说什么也不肯离开原墓 甚至以离婚相要挟 蛇佑之说 自己作为原墓的第十七代守墓人 我必须遵守祖训 继续守护原墓 要走 你自己一个人走 刚开始 焦丽江不理解蛇佑之为何这么执着 后来听妻子讲述祖辈们 为了守护原墓付出代价和心血后 由衷触动 他对妻子行为慢慢地有反对转为支持 再也没提过搬家的事 有时妻子忙的时候 焦丽江工作之余 还担起清理打扫墓地的活 还会讲原重幻中列故事给他的孩子听 上世纪六十年代 传闻原重幻的墓地里埋的是一个金头 那些人将墓穴绝地三尺 可等到挖开一看 就是一个头颅骸骨 可蛇佑之看此情景 顿时痛哭 这可是蛇佳战战兢兢守了三百多年的原都师英灵啊 蛇佑之暗暗发誓 若一天未休弃原墓 就一天不剪头发 此后 蛇佑之开始四处奔走 在蛇佑之的努力下 蛇佳祖被为原重换守墓的事迹 广为众人皆之后 海内外各界人士都想为修弃原墓出一份力 穗佑月捐款 1984年 原重换的瓷庙被评为是文物保护单位 经过六年修弃 原重换的墓焕然一新 墓碑又重新立了起来 蛇佑之终于将留了十余年的长发剪掉 在场的人看到这一幕 无不为之动容 2002年 因北京市政道路修缮 蛇家搬迁 离开了世代相守的原墓 蛇佑之泪洒粉种 2003年 原重换的家乡 要在当地建一座纪念馆 于是圣妖蛇家人 原重换守衣观种 蛇佑之28岁的儿子娇平 请英南下东莞 去原重换纪念园 为都师守衣观种 但尚未成行 就因其他事情 不幸在吉林玉车祸身亡 蛇佑之老年丧子 心中的悲痛可想而知了 但蛇佑之夫妇 仍坚持将儿子骨灰 送到原重换纪念园 永远陪伴着都师 之后 因原墓需要休整 蛇佑之还是被迫搬离蛇家馆 但他仍坚持隔两天坐公交车 到原墓打扫一番才安心 后来 蛇佑之被聘为原墓管理顾问 并特意给他准备一间办公室 蛇佑之说 只要能为原将军守墓 怎样都可以 2020年 蛇家第17代守墓人蛇佑之 还是带着不舍离开了人世 临终前 他将守护原墓的重任 交给女儿交引 至此 蛇家18代为原重换守墓393年 曾有人问蛇佑之究竟是为了什么 蛇佑之不假思索地说 不为别的 就为忠义两字 蛇佑之的守墓行为 不单是一种行为 其实质是传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和可贵精神 393年 经历了多少人世沧桑 世事更迭 可蛇家守墓的一举从未间断 如今 蛇家人传承了近400年守墓 行为已和原重换的墓 庙 此一样 成为可贵的文化遗产了 可以说 他们用行动 告诉后人 什么是忠孝信义 什么叫一诺千金 请不吝点赞订阅